大家好,我是老周,欢迎来到老周聊英语这个栏目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私培考试 分享一下我考私培的这个体会 移民加拿大,或者说在加拿大上留学,或者在加拿大找工作 这样的朋友们呢,一定会碰到这个需要你的英语水平的这么一个测试的结果 你或者选雅思,或者选私培 私培呢,就是加拿大版本的这个雅思或者托福 那么我呢,是也有这个需要 我就选了私培 在比较了雅思和私培之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私培 我为什么选私培呢? 我在YouTube上呢,找了几个这个对比雅思和私培的这个视频 最后看了两个以后呢,我就决定选择私培 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私培呢,他是在一天一次考试 把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全都考完 而雅思呢,好像是这个说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是要面对一个真人去说 所以好像是要单独约,因为我没有考过雅思,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呢,雅思的说的部分是面对真人 所以呢,他应该是两部分 分两次,一次呢,是考听 写和读 然后呢,说是单独一次 而私培呢,他是在三个小时之内就是听说读写 按照一个顺序就是听 读 写 说 这四个部分,一次在三个小时之内 就考完了 所以呢,这个是我选私培的一个 第一个原因 就是 一天就去把四部分都考完了 另外第二个部分呢,主要是 私培呢,是由加拿大设计的 所以呢,这个 他的内容,包括英语的发音 全部都是跟加拿大 首先发音是加拿大英语 加拿大式的英语,听起来呢,比较的熟悉 再一个呢,就是他涉及到的内容 都是跟加拿大的社会 跟加拿大的生活 跟加拿大的学习或者工作 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这个内容呢 在你碰到的时候,你也不会那么感到陌生 是这两个原因 让我最后决定说我不去考压司 雅思 我选择了考思培 那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考思培的这个情况 我一共考了两次,三月份考了一次 然后疫情一开始,所有的考场就都关了 因为那一次没有过,我就必须要再考一次 我六月份又去,六月初的时候 六月七号好像是,还是八号忘了 然后又去考了一次 所谓没有过呢,是因为我需要思培的成绩 四个部分都至少是九分 所以呢,三月份那次考试呢 我是听和说是九分 但是写和读呢,只得了八分 所以呢,就没有过 你只要有一门没有过 一部分没有过,你整个就要重考 所以呢,我就必须又重新报名 重新交费 然后去再考了一次 那么六月份,这一次呢 我是过了,是两个十分,两个九分 是听、写是十分 读和说是九分 所以两个十分,两个九分 那么我就需要四个九分 那么我这一次呢,就过了 那下面一个话题呢 就是很多人都会问 这个考思培这个哪一部分难 哪一部分容易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跟具体的这个人是有关系的 跟你的整个的个人情况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讲 英语呢,也用了很多年了 在工作中,在生活中 都会用到英语 所以呢,我觉得 首先 听、说、写 我都不怎么害怕 我都觉得 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容易 我比较触头的呢 是阅读理解 我呢,读的东西比较慢 从小就不爱读 所以呢,我 我读东西呢 别说是英文了 连中文 小说我都没有读过几本 然后呢,我阅读速度确实很慢 所以呢,阅读理解 也是我比较处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三月份那次呢 读是得了八分 然后这一次呢,读呢 还好,得了九分 过了,将将的达到了这个四个九的要求 就算过了 所以呢,思培考试 你说哪一部分容易 哪一部分难 我觉得 这个实在是不好说 我看这个 网上有的说呢 中国考生呢 比较擅长的是读 而我本人恰恰是不擅长读 我比较擅长的呢 就是 应该是说 说、写、听呢 也还凑合吧 因为毕竟在加拿大生活了这么多年 听也还算能 也还算可以 那下面呢 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 我准备 思培考试的这个情况 我三月份那次报名呢 我为那一次考试准备 是从 我是准备了一个礼拜 就是 考试那一天往前推 一个礼拜 我开始准备的 而且呢 我的准备呢 是每天呢 花了差不多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吧 来准备 也就是说 差不多准备了五六天的时间 每天花两三个小时 大概你们就知道 这个 我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在这上面 然后 我准备的这个方式呢 可能和很多考生 中国考生不太一样 我知道很多中国考生呢 去参加补习班 然后大量的做习题 或者说是那个模拟考试题 我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因为呢 第一呢 我的这个时间不允许 第二一个呢 我个人感觉 我目前的这个英语水平呢 这个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因为呢 就是 我觉得他每一次考试题都在变 你做那么多对我来讲没什么意义 你准备了这个 他下一次 他不问这个问题 他又变了 可能对很多其他的考生来讲 这个是有用的 但是对我来讲 因为我只是分享我的这个经历嘛 所以我是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我只是在YouTube上面选了两个 帮助你复习私培考试的这个频道 一个是中国人办的 一个是西人办的 中国人办的那个呢 叫第一私培 我就是看了他们的这个频道 我不算给他们做广告 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 我就是搜了一下私培考试准备 然后很多就跳出来了 我看了几个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个第一私培 他们这个在YouTube上面放的这个视频 还比较多 还比较全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里面 比如说听里面分几个部分 然后这个读里面分几个部分 写分几个部分 然后说分几个部分 讲的比较细 所以我就盯着这个频道 每天花一点两三个小时 去听他们讲的 这是中国人讲的 我为什么选一个中国人讲的 我觉得中国人办的这个 考前准备考前冲刺什么的 这个确实是挺好的 那么为什么我又选了一个西人的呢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西人在教你准备考这种英文考试的时候 你真的很有必要去听一听 母语是英语的人 他对于准备这种考试 他是怎么准备的 那么这个频道呢 我记得是叫MAD English MAD 就是疯狂英语 那个主持人呢 应该是叫Mark 叫什么 好像我看了他其他的一些视频 他好像是在Alberta的 住在Alberta 叫Mark 然后他的这个频道呢 叫MAD English 我也不是给他做广告 我也不认识他 我就是也是 搜完以后 我发现 他讲的也挺全的 我就盯着了这两个视频 在看 那么我在看这两个私培考试准备的这个视频教学的教学视频的时候呢 我其实更多的并不是特别关注他说的内容 我更关注的是他告诉你每一个部分分成几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考试形式是什么 我更关注于的是 就是特别是中国人 就是那个第一私培 那两位老师 一个好像我记得是叫Tiffany 另外一个是叫J 叫什么 他们教的呢 我更关注他们是给你讲这个 每一部分的这个形式 考试的形式是什么 那个Mad English 就是Mark他主持的那个私培培训的那个教学视频呢 我更关注的就是他在讲 怎么去答 比如说写 你应该怎么去写 怎么说呢 你应该去怎么去表达 就站在一个母语是英语的这个人的角度 去看这个私培考试 所以呢我在看这两个视频的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我就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每个每天的花了两三个小时去准备 然后就去考了 去考呢也也不紧张 反正就是觉得到那就考呗 然后 结果那一次就没过 第一个呢 这个两个九两个八 比较沮丧 然后呢就回来以后呢就准备 只能再报名再重考 因为我需要两个 我需要四个九 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对 我个人经历的这个私培考试 两次私培考试的一些那个综合的体会 等我下次有时间呢 我再回忆一下 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时间就每一个部分听 读 写 和这个说 这四个部分 然后单独呢再讲一讲 我在 做这个相应的这个提的时候的一些体会 那么这次节目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喜欢我这个栏目的朋友们呢 欢迎大家呢 积极的订阅和点赞 也别忘了点击那个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 我有新的视频上传了之后呢 大家就能够及时的看到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